等到劉小麗完成宣誓及通過成立委員會後 青年新政的游慧貞及梁頌恆抵達會議廳那一層 幾個民主派議員出來護送他們 經議員通道進入會議廳 一入到會議廳 游慧貞衝到主席台前 用自己準備的擴音器宣讀誓詞 主席下令兩個人要離開會議廳 兩個人和立法會保安發生推撞 部分民主派議員也走出台前 梁頌恆在混亂中宣讀誓詞 游慧貞最後被趕離開會議廳 我已經用了自己最多的辦法進入會議廳 我已經用了自己最多的辦法進入會議廳 我剛才都讀完整個誓詞 主席不願意幫我們監禁 實際上他沒有法理依據 他亦都是反了議事規則 而我們一直都是跟著議事規則去辦事 會議廳的混亂持續 十幾分鐘後會議重開 但多個議員仍是圍著梁頌恆 沒有回到座位 梁君彥再次宣布會議暫停 並且轉房開會 建制派議員譴責梁頌恆 和游慧貞阻礙會議進行 亦都不認為他們的宣誓有限 在執行主席裁決的時候 很多的特別是泛民主派的議員 他們圍著保安 或者令到保安 是沒有辦法執行裁決 亦都沒有辦法讓到議會秩序恢復 我們是對於這些 阻礙議會進行的行為 表示譴責 如果有人衝入立法會議事堂上 講了大論 就說自己完成了宣誓 這個是絕對是荒謬的行徑 我們表示非常遺憾 亦都要予以譴責